很多朋友都说我们唱歌特别土 这歌土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才几个成 凤凰传奇的歌真的土吗 2006年满大街都在响彻着一个女人嘹亮的歌声 伴随着一个男人几句零星的rap 那就是唱着月亮之上的凤凰传奇 当时正好是彩琳时代 这首歌创下了彩琳下载量7900万次 稳坐全国销量榜第一 在中老年群体中 凤凰传奇的音乐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些花多一毛钱都要计较的老头老太太 纷纷赤两块钱巨资 买下他们最爱的彩琳月亮之上 醉旋民族风一经发布 便席卷各大广场 成为广场舞大妈必备曲目 那年有场NBA连赛的中场休息环节 一群由社区大妈组成的啦啦队 伴着醉旋民族风热舞了起来 使得在场的华裔热血沸腾 也让全世界都听到了凤凰传奇的声音 当然由于歌曲的受众过于广泛 他们也随之被贴上土味和农业重金属的标签 李旦就吐槽过 当时的年轻人如果用凤凰传奇的歌作铃声 会显得很掉价 也不敢承认喜欢他们的歌 他们当时也不被主流音乐圈认可 但就像林花所说的 更何况如今的凤凰传奇还一直在改变创新 2021年凤凰传奇参加音乐类节目 《为歌而战》 用一曲改编后的海底惊艳四座 这首《海底》发布后反响十分热烈 在某音乐平台上一天就突破三亿播放量 甚至连原唱也站出来感谢凤凰传奇 称他们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 凤凰传奇并不是一味不变 他们也在不断地自我成长 只不过他们每一首歌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风格 没可能嫁给他 不会 别想都没想一秒钟 真的我都说过 我说我都把他当女人 他都把我当男人 你说怎么能合得在一起 你怎么能当着一位女士 能说出那么狠心的话 凤凰传奇搭档二十余年 为何没有在一起 2011年 凌花和徐明朝结婚 没有想到 曾毅竟在凌花的婚礼上喝到试探 同年 曾毅和女友结婚时 凌花也喝到需要被丈夫背回家 网友们都无法理解 朝夕相处的两人为什么不在一起 后来凌花鲁郁有约上才讲出原因 她和曾毅合作这么多年 经历了太多 早就把对方当作亲人了 这样一层关系下 两人怎么会在一起呢 03年 凌花认识徐明朝不久后 便带着曾毅跳槽到她旗下的公司 当时原本徐明朝只打算签约凌花 没想到凌花态度坚决 这才勉强把曾毅留下 但由于签约了公司 无法进行商演 一开始又没有工资 两人早期过得十分艰难 这时候 他们完全靠曾毅借钱来维持生活 曾毅也公平地将借来的钱和凌花平分 甚至还把打算寄回家的钱给她 凌花对此心怀感激 之后所有演出的酬劳 也都坚持五五分杖 直到2005年 两人参加星光大道 并夺得亚军 也靠着这档节目 打响了知名度 当年重新拍摄MV的月亮之上 也传遍了大街小巷 2007年 凤凰传奇第一次受到春晚节目组的邀请 这让他们激动万分 却没想到在春晚开始前 却被爆出歌曲抄袭 也因此无缘春晚 这让凤凰传奇深陷舆论风波 甚至连打开当年春晚的勇气都没有 两人在除夕夜买了张出国的机票 希望逃离这场风波 直到春晚结束了 月亮之上 才被鉴定出并非抄袭 凤凰传奇也在2008年 如愿登上春晚的舞台 从此名声大噪 凤凰传奇的增益到底有多强 你真以为他只会 在凤凰传奇还叫发神经组合的时候 担任主唱的其实是增益 而凌花只是半舞和半唱 而且凌花很多唱功技巧 都是增益一手交出来的 作词创曲更是不在话下 只是因为签约后 组合的风格转向了以民族风为主 凌花的声线 会比增益更适合 两人这才转换了位置 增益还特意去学习了说唱和呼迈 为此还伤到了自己的嗓子 导致无法唱高音 增益赚钱也没有含红调侃的那样容易 比如那首广为人知的《醉炫民族风》 增益同时要负责和声 电音 说唱 偶尔还要飘几句高音 穿插其中 其实几乎所有歌词 增益都有在唱 根本没有停歇的机会 但被人记住的 只有那句留下来 增益的作用 更像是组合里的定海神针 凌花在舞台上的心理素质不好 容易紧张 两人组队去参加清歌赛的时候 到了决赛 凌花因为紧张 唱着唱着 就偏离了正常的节奏 没想到增益凭借超强的节奏感 很快就把凌花 从车祸现场拉了回来 有时候凌花忘词 增益充当替补 将一首歌完美地唱下去 虽然两人都有单独表演的部分 但是增益是永远牵不住的 如果说凌花属于站桩输出 那么增益就是那个到处走动 让舞台动起来的人 近几年 增益也用作品和实力证明了自己 新作品《海底》《山河图》等歌曲 增益存在感变强了 她不仅有大段的歌词和软 而且气息平稳 声压强大 让听众真正感受到她的实力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